作者 默默 眼波人 巨舞八雅 满怀期待地来到这里 恰好听到看到眼前这样一幕 顿时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 那白白嫩嫩的小家伙 绝对是自己的连而无疑 但此时此刻他竟然称呼杨开为爹地 并且说从今以后自己便叫杨潇了 福尊岂能接受 他不知道杨开到底对自己的灵儿动了什么手脚 但如此做法简直是在谋夺自己的子嗣 福尊哪能容忍 满腔愤怒和愧疚化作无边的怒火 一身冰寒的气息营绕 抬手一掌便朝杨开拍了过去 口中怒吓 小贼受死 此时此刻 他哪儿还管得了杨开与处情是不是有了夫妻知识 也管不得杨开是不是身负了祖龙本源之力 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杀了杨开拨乱反正 让灵儿得以明白事情的真相 世界巨龙全力以击天体为之变色 冰系法则充斥虚空 杨开首当其冲 所有的空间似乎都被冰封 攻击围到三十丈龙曲上已经覆盖上寒霜 脸色顿时一变 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的时间 眼前净是一花白白嫩嫩的杨霄居然一闪身 横在了杨开面前 张开双臂挡住了他 沉着小脸怒视福尊 口中喝道 哪里来的夫女人 在这里撒野 虽是怒吓却口气稚嫩 浑然没有半点威慑力 突惹人发笑 可这一声怒吓却让福尊花容失色 打出去的一掌全速收回 一身法则也轰然崩溃 他想杀了杨开不假 但又怎会伤害自己的灵儿 华的一声一口龙血喷出 福尊的气息急速萎靡下去 也不知道是受了反噬 还是被杨霄那句话给刺激的 娇曲摇摇晃晃 差点猜落下去 目光失神的凝视着前锋 好在树颜及时赶到 伸手将他意赖 将他搂在了怀里紧张的 没事吧 福尊不答 只是抿着苍白的嘴唇 一瞬不移的盯着杨霄 那双眸子之中有一种 哀莫大于心思的悲伤 相比较自己一掌之力的反噬 杨霄那句话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大一些 这简直就是认贼做父啊 咚的一声杨霄一个烈蝎 回过头来 双手抱着脑袋委屈他 爹爹你干嘛打我 两只眼眶里眼泪珠子在打转 差点哭了出来 无论他刚才的表现再怎么成熟老道 到底还是个刚出生的孩子 被打了自然觉得委屈 尤其是打他的还是杨开 他刚才可是憨不畏死的 挡在了杨开面前的 什么疯女人 杨开板着脸训斥的 那是你娘 我娘 杨霄文言缩了缩脖子 然后扭头 切切地朝福尊那边望去 四目对视 福尊的双眸绽放出一丝光彩 杨霄却是一脸尴尬 眼神飘忽 心想 怪不得觉得那声音有些耳熟 原来自己在浑浑顿顿的时候 经常来陪自己说话的就是他呀 可是他虽然知道自己是什么来历 但毕竟头一次见到福尊本人 哪知道那是自己的娘啊 本想在杨开面前表现一二 谁知一下闹了个大乌龙 别提有多尴尬了 顿时有些抓耳挠腮 灵儿 祝颜嘴唇哆嗦了一下 失神地望着杨霄 你是灵儿 杨霄深吸一口气 他也抱拳道 好叫两位知道 我的名字叫杨霄 祝颜的表情顿时古怪起来 目光一扫定格在杨开身上 灵儿出现在杨开这里 居然改头换面叫起了杨霄 这事跟杨开肯定脱不开关系 大长老的目光那叫一个锐利优越 杨开脑袋撇到一旁 吹了吹口哨 这可不关自己的事 是小家伙一出声 非得让自己赐名来着 自己就随口起了一个 然后小家伙认定了这个名字 他有什么办法 咻咻咻 一道道光芒 从四面八方池来 却是感受到了动静的龙族族人 接二连三的跑了过来 乍一看到这边的情况有些吃惊 柱青更是一脸赫然的望着杨开的 你不是走了吗 杨开握拳干咳一声 嗯 我又回来了 本来想去闯一下龙殿 到时候闹出动静 柱青肯定也知道自己的打算 必定能够理解 现在龙殿还没闯成 倒是弄了个龙子出来 这就有些没办法解释了 柱青瞪了他一眼 知道他此间定是在打什么鬼主意 所以连自己也给骗了 不过这个时候 也不是纠缠此事的时机 他有些好奇地望着杨肖等 这是谁 杨开哈哈一笑 正要解释 却见杨肖拱手道 我是爹爹的孩儿 叫杨肖 孩儿 杨肖 柱青的脸色当时就黑了 杨开抬手就敲了他一下 怒吓道 谁叫你多话了 谁叫你多话了 爹爹 你怎么又打我 杨肖是抱头鼠窜 委屈得不得了 柱青不音不扬地说道 大男人打小孩子 真是有志气啊 杨开抹了一把嘴巴 一本正经地说道 杨儿 你听我解释 柱青一扭头的 没什么好解释的 这孩子 一身龙气 想来便是我族 新诞生的那个族人了 真是要恭喜你了呀 这么快 就开花结果了 对了 孩子娘呢 不知道 是哪位姐妹 一边说着 她的目光 一边在几个龙女身上转悠着 似乎是想瞧出什么端倪来 杨开悲痛道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杨肖跑到柱青身边 伸手指着那边的福尊道 我娘在那边呢 柱青扭头 表情恶然 看看福尊 再看看杨开 表情越来越怪异 逐渐变得一脸 不可思议 不远处观望的助力 也是表情抽搐起来 杨开和二长老 这不可能吧 不会说话就不要乱说话 杨开察言观色 哪儿还不知道 柱青在想什么 恨不得把杨肖这小子 屁股揍烂 但这小子鬼精灵的很 似乎看出杨开有些气惨助情 一直躲在助情的身后 根本不给他动手的机会 魂眼委屈道 是你说那是我娘亲的 说完抬头望着助情道 我没骗你 助情不住的汉手道 我知道的 杨开叹息道 他是大长老和二长老的孩子 被我孵化了出来 所以别认我当爹爹了 此言一出 所有的龙族都沉默结舌 大长老和二长老的龙子 大长老和二长老 什么时候有龙子了 多年之前 二长老倒是产下过一枚龙蛋 但那龙蛋不是已经毫无希望 然后被安置进了龙墓里了吗 怎么忽然又冒出一个龙子来 一时间所有的龙族的目光 都着助言和福尊望去 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福尊此刻身心细于杨潇 眼中再无他户 哪能感受到这些目光 虽然脸色苍白 神情萎靡 但双眸中却是满满的幸福 只因杨潇刚才跟助情解释 自己是他的娘亲 素来冷冽的目光 头一次变得如此柔和 脸上的表情也满是渴望 让人几乎无法相信 这居然是龙族的二长老 助言轻叹一声 不错 这确实是灵儿 当年老夫并没有将灵儿的龙蛋 安置进龙墓 而是将它放在了别的地方 这本是福尊所为 但大长老却是一力 懒了下来 毕竟这事真要是追究起来 那就是破坏族规 便是长老也要受到责罚 福玄神色一动道 如此说来 这孩子 这是你们的子嗣 助言轻轻汗手 群龙震动 不过更多的却是惊喜 这小胖墩居然是大长老和二长老的子嗣 龙族已经多少年没有诞生新的族人了 这本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更何况这新诞生出来的还是两位十阶巨龙的后裔 福玄祈祈祷 可是杨开你 为何能将它孵化 当年那枚龙蛋 他也是查看过的 认定毫无希望 没想到时隔多年 居然能孵化成功 杨开耸肩道 不清楚 他是真的不清楚 甚至在杨潇出生时也毫不知情 只在事后才了然一切 灵儿 过来 让娘看看你 福尊声音温柔的一塌糊涂 让所有龙族都感觉有些不适应 杨潇躲在柱情身后扭扭捏捏 一副屁股上面长了痴状的样子 难受得不得了 福尊温柔依旧 脸上露出笑容 招手道 过来呀 杨潇顿时有些抓耳挠塞 冲杨开露出了求救的表情 臭小子滚过来 杨开也冲他招手 杨潇缩了缩脖子怯怯的 先说好 我过去的话 你别打我 嗯 还敢跟我提条件 杨开眼珠子一等 杨潇顿时垂头丧气 一副任命般的架势 乖乖地走到了杨开面前 眼见着一幕 福尊的身躯又晃了一下 神色哀痛 自己这个当娘的叫他没有反应 被一个外人遗憾 居然就跑了过去 对比之下自己简直太失败了 助言的表情也有些不太好看 感觉杨开像是在故意打福尊的脸一样 爹爹有何指向 杨潇低着小脑袋 好像犯下了什么弥天大错 声音也显得有些有气无力 杨开咧嘴一笑 浑声道 没什么好指教的 只是你这光着身子也不是个事 先穿件衣服吧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说着话收了画龙结 恢复正常的体型 然后从空间界里取出了一套衣物给他穿上 衣服有些大 但勉强还算合体 杨潇扭扭胳膊动动腿 顿时不乐意了 怎么是女孩子的衣服啊 有的穿就穿 哪来那么多挑三进四 杨开抬手便要朝他脑袋上敲去 但敲了一半就感觉到两双锐利如剑的目光盯着自己 曲目一瞧 正见大长老和二长老用一副苦大仇深的眼神望来 顿时表情一善 顺势把手放了下来 仔细替杨潇整理着衣襟 杨潇气道 爹爹 你怎么会有小女孩的衣服 给一个小朋友准备的 杨开随口解释了一句 衣服是流言的 流言虽然有七八岁的样子 但因为女子体型本就娇小 杨潇穿戴起来倒也还算得体 总比穿着大人的衣服要强许多 杨潇眼前一溜 我有哥哥姐姐 杨开轻磕道 暂时没有 偷偷瞄了一眼皱青 咧嘴一笑 以后会有的 杨潇拍掌说道 那就是弟弟妹妹了 爹爹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有着心就行了 杨开伸手 扫了扫他胸口处的褶皱 然后将他的身子掰了一圈 让他正对着福尊和助言 在他耳边说道 那两个才是你的爹爹和娘亲 你身上流淌的是他们的血脉 去吧 别让他们伤心了 伸手推了一把 杨潇顿时被推了一个烈蝎 回过头望来 一脸忧愿地望着杨开 显然有些不太乐意 杨开把眼一瞪 杨潇顿时围了下去 众目睽睽之下 一步步磨磨蹭蹭地走到助言和福尊身边 目光飘忽不定 龙族两大长老 此刻都一顺不移地盯着面前的小人 助言还好 毕竟是个男人 心中纵然激动 却总还能克制 福尊就差多了 整个人竟有些瑟瑟发抖 一只手抬在半空 似是想摸一摸杨潇 却又怕惹他生眼 显得有些进退微谷 但那脸上的柔情 却几乎要将钢铁融化 那还有半点龙族二长老的样子 老实说 刚才见杨潇与杨开 一副亲密的样子 他是极其羡慕嫉妒的 甚至有些气恨杨开 若非他在暗中动了什么手脚 自己的灵儿怎么会一见面 就喊自己疯女人 怎么会面见父母而不相认呢 但此时此刻他却有些感激杨开 因为若没有杨开推了那一把 灵儿恐怕也不会跑过来 虽然没怎么深入交流 但伏尊却能感受到 灵儿推自己好像有一点本能上的排斥 并不太愿意与自己接触 此情此景 只让柱青和伏玄等人都看得心中一叹 各个都屏住了呼吸静待事态的发展 一声轻咳 杨潇吸了吸鼻子 低着头轻声说道 孩儿见过爹爹 见过娘亲 好好好 伏尊更是一声杜鹃低血般的骄呼 腹下身子一把将杨潇抱进了怀中 死死的搂着他 似乎怕自己一放手便会永远的失去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 不信声出牵挂 共谁演绎这张金鸽点芒 谁祝福真有算得到吗 寸白 面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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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